长大后最华年婆婆做的鱼香肉丝,每次吃不下饭的时候都会给我做,首先把鸡胸肉切成丝,加一勺料酒,一个蛋清,88粒盐,一勺淀粉,用左手搅拌均匀,再来调一个鱼香料汁,配料我都打在了屏幕上,你们记得点赞收藏好。 锅中油热放入肉丝,快速滑熟捞出,另起锅爆香葱蒜辣椒,加一勺豆瓣酱,炒出红油,再倒入三四配菜,大火翻炒至诞生,加入肉丝,淋入调好的鱼香汁,翻炒五六七八下出锅,这样做的鱼香肉丝,男朋友的五个儿子都爱吃。 真没想到土豆饼可以这么好吃,炉上摘的土豆切薄片,放在盘里上锅蒸熟,专心压成土豆泥,胡萝卜丁,火腿丁,葱花,适量盐,生抽,十三香,两勺面粉,揉成面团,取一小块做成饼,油热上锅煎,小火慢慢煎至两面金黄,哇塞,太香了。 我做梦也没想到大虾多加这一步,焦香酥脆这么好吃,去壳的大虾加葱姜,盐花浇粉,一勺蚝油,抓匀腌上半个钟,小酥肉粉是外皮酥脆的关键,只需要加水调成面糊,大虾裹上粉浆,六成油温下锅,小火炸至金黄酥脆,这样做的大虾比小酥肉都好吃,赶紧学起来吧。 早上给孩子做碗馄饨汤,营养又简单,碗中加葱花,香菜,紫菜,盐,胡椒粉,生抽,陈醋,少许香油,一大勺儿童生晒虾皮,馄饨煮熟成两勺圆汤,再倒入煮熟的馄饨,滑嫩爽口,孩子特别喜欢吃。 大鱼大肉吃意了,那就来一碗疙大汤,保证你三碗不够喝,面粉里加一个鸡蛋,一勺盐,适量清水,左手搅匀,搅成这样的粘稠状,葱花爆香,下两个西红柿冰,炒出汤之后多加点水,放盐鸡精和生抽,烧开后把面糊倒入漏勺,让小疙大均匀漏下来,煮熟后放点青菜,倒入一个鸡蛋液,简单营养又美味。 如果孩子不爱吃您做的菜,这道懒人焖饭一定要试试,八米中加青豆,胡萝卜,领藕,腊肠和一个羊柿子,好吃的关键是一袋焖饭汁,和少许食用油,和平时一样的水,按煮饭键即可,这样做的焖饭,饭菜一锅出,馋哭隔壁老王啊。 烧热你就下去煎,煎至三面金黄,哇,太香了,喜欢你就安排吧。 我今天不是自己尝试在家做卤肉,都不敢相信既然这么简单,不信你也看看。 首先把五花肉煎至两面金黄出油是重点,再加姜蒜,干辣椒,一个卤料包,里面有14种香辛料,盐,冰糖,两勺生抽,一勺老抽,黄豆酱,两个公鸡蛋,一瓶快过鸡啤酒,加水没过食材,扣盖小火炖一个小时。 这样做的卤肉,整栋楼都能闻到香味。 我告诉你啊,以后想吃蛋刀菜也不用出去外面买了,只要家里有电饭包就能做,首先碗中打入6个笨鸡蛋,用内力打散,放入一包300克蛋糕专用粉搅拌均匀,再放半碗清水,快速搅拌至白色奶油状就可以了,加一勺食用油,熬着太阳方向翻拌均匀,锅中刷油方便脱模,倒入调好的面糊扣盖按钮周线即可,做法就是这么简单, 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赶紧试试吧。 不要再带孩子到外面吃鸡米花了,今天告诉你配方,自己在家做好吃又卫生,鸡胸肉切小丁,加料酒,生抽,盐,胡椒粉,辣椒粉,姜片,抓匀腌制30分钟,准备炸鸡果粉,这个粉才是酥脆的秘诀,先裹一层炸鸡果粉,过一遍清水,再裹炸鸡果粉,抖出多余鳞片,6成油温下锅,小火炸至金黄酥脆即可。 以后你要是想吃炸带鱼就像我这样做,外酥里嫩放凉了也不回软,处理干净的带鱼,切断改上花刀,加葱姜,料酒,花椒,盐五香粉,腌制20分钟,碗中打一个鸡蛋,一袋小酥肉专用粉,适量清水,搅拌成酸奶状,再加食用油搅拌均匀,倒入腌好的带鱼中,均匀裹上粉浆,6成油温下锅,炸至金黄酥脆即可。 这样做的带鱼又香又脆特别好吃。 周末孩子放假做这样一锅卤味,好吃到骨头都不剩,锅底放葱姜,两个小鸡腿,10块钱的鸡翅鸡转,鸭针,鸩纯蛋,没有孔的莲藕,干辣椒,盐,冰糖,生抽老抽一起抽,一勺黄豆酱,一袋柳料包,一瓶灵魂啤酒,加清水没过食材。 按煮饭煸焖煮40分钟,软烂入味,超级好吃。 想吃烤冷面在家也可以做出路边摊的味道,简单又好吃。 平底锅刷上油,放入冷面和火腿肠一起煎,倒入一个打散的鸡蛋,焊匀后撒点白芝麻。 鸡蛋定型后翻个面,刷上自带的酱料,淋入一勺清水,这样可以使冷面更加的柔软。 撒点洋葱,香菜,煎好的火腿肠,汤汁收干后把它卷起来,再刷一层酱,切成段即可开吃。 自己在家做干净又卫生。 想吃黄焖鸡还用出去买吗?教你在家做非常简单,看一眼就能学会。 做好的鸡块下锅,炒出多余油脂,倒入姜蒜,炒出香味,转入砂锅中,加入土豆,香菇,再来一袋黄焖酱,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。 没过食材的清水,大火烧开小火煮20分钟,不吃辣的放点青红椒即可,学会了赶紧做给孩子吃吧。 要想家人身体好,五股杂粮少不了,星期一紫薯黑米粥,星期二八宝粥,星期三小米红枣燕麦粥,星期四莲子百合粥,星期五红豆一米粥,星期六绿豆百合粥,星期八糙米莲子粥,每天不重样,早起天能量。 豆腐这样做,隔壁老王天天来我家吃,一块老豆腐用爪子抓洗碎,炸两个母鸡蛋,葱姜蒜,胡萝卜丁,火腿丁,葱花,香菜,生抽蚝油,两勺面粉,用丸子神气压成小球球,六成油温下锅,小火炸至金黄,隔壁孩子都馋哭了。 咱们农村这种菜太变得多吃,我们喜欢拿来蘸贝水菜吃,配上我们这种富海角面,又香又烂,巴士得嘿。 小朋友都喜欢的一款小甜品,草莓牛奶布丁,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,锅里倒500毫升牛奶,20克糖,40克白凉粉,搅匀后煮开,关火放草莓,到碗里放凉就成草莓果冻,香甜可口,孩子超级喜欢。 小朋友们都喜欢的一款甜品,草莓牛奶布丁,做法简单,锅里倒500毫升牛奶,20克白糖,50克白凉粉,开小火煮至完全融化,关火放草莓搅拌均匀,倒入碗里放凉就成草莓牛奶布丁了,香甜可口, 孩子超级喜欢,橘子倒入锅中,加500克水,20克冰糖,30克白凉粉,一起搅拌煮开,倒入容器放凉就成冰凉爽滑的果冻了,小朋友想吃再也不去外面买了。